儘管太陽露臉 但室外氣溫僅剩二十幾度 天氣明顯轉涼 雲林林內鄉的這間中藥行 二十七號就直接在大街上架設爐灶 使用在地的好鴨 薑母以及珍貴的中藥材 烹煮香噴噴的薑母鴨 要免費提供給鄉親們享用 因為在這次十二強棒球賽中 中華隊拿下史上第一座的世界冠軍 透過美食和國人分享這個喜悅 我們是隔壁的那個林內小作者 然後就是我校長的邀請然後過來 因為我們是身心傷害團體 有些學員他比較不方便 所以就由我代表過來這樣子 你知道今天送是因為我們得到冠軍嗎 大家同樂啦 謝謝 不僅鴨肉準備了兩百多斤 高麗菜兩大箱 豆皮也有八大串 整個街頭瞬間飄散 折銷牧鴨的香氣 吸引不少人前來同庆 另外還有林內國小棒球隊隊員 也在現場唱了一段臺灣雄用 也讓氣氛炒到最高點 小隊員們也期盼 未來有機會可以代表國家 站上世界賽場上 替國人拿下好成績